用美的眼睛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庄子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欣赏吴冠宗的经典作品 老强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幅老强 它完成于1981年 这个时候的吴冠宗 已经意识到 中国的传统绘画 眼镜到了这个时期 唯有能够融贯中西艺术里面相通的美感经验 才能够具有时代的意义以及未来 因此 80年代可以说是吴冠宗开启抽象绘画的关键年代 他自己说 在他的作品的画面中 已经偏向抽象的形式美感 从生活里面得到的素材与感受 被主角转化 然后吸收 利用剪法 组法 精简 龙缩 成为抽象的画面 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一幅 以几何画面构成的老强 就是吴冠宗走向中西艺术之间的契合 以抽象的形式并且保留具象画面的最佳代表作品 至于几何抽象艺术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蒙特里安是新造型几何形体主义的大师 这幅白老会绝世乐 是典型的几何抽象构图 蒙特里安主张 以几何形体构成的形式的美 使用垂直线和水平线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各种格子 组合成画面 完全抽离了客观形象和生活的内容 而吴冠宗认为 在蒙特里安的观点基础之上 若是加入了连接生活的情感 和客观形象的描绘 那么可以产生更动人的艺术创作 这幅老强就是吴冠宗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 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和实验 锤炼出来的最成功的代表作品 吴冠宗 从这幅老强的作品中 实现了艺术深海里面最重要的突破 过去 从抽象的种种疑问 到了这幅画的完成 就得到关键性的解答 吴冠宗说 我爱在墙外道上 欣赏高墙 巧匠设计的新墙 欲人以轻快喜悦 而古老的墙 令人肃然 老墙 是会剥落了 裸露了内在的砖石结构 或痕直交错 或犬牙香药 许多洞窟里 钻出各种杂草 甚至还开着 星星点点的小小花朵 记录了历史的沧桑 我们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 墙里墙外 在大师吴冠宗的眼里 不但记载了感情 更是记录了历史年代的沧桑 树白的墙 又获着画家的创作欲望 画面的静景 它定格为一面砖墙 繁茂的职业越墙而出 远景出的黑瓦乌丹 延伸了画面的众生 画面布局饱满 线条准确有力 富于变化而不矮板 用笔潇洒自然 又不失温厚平和 吴冠宗刻意留白的白墙 沾满了画面的二分之一 与抽象的灰墙 呈现互补的状态 更是突破一般水墨风景的结构表现 粉墙带瓦 竹外桃花 魏派建筑 以及江潭景致 清清淡淡的美感 更适合用半写意的笔法来呈现 因为中国水墨画 走笔之间 每一个笔触 留下之后 便是有可能 不像清笔画可以插去 油画可以叠加 而中国水墨画 弱笔要精准 一旦下笔 再不能更改 就如我们每一个人 无法重复 不能回头的人生 一堵墙 五贯中 可以表现出 湿一般的意境 黑白勾勒出的优雅 水墨融合出的清凉意境 美的极致 便是浑南天成 便是看似 未经雕琢的自然的倾泻 如瀑布飞流直下 美 美的无须雕琢 美的自意 美的空灵 美的温婉 你喜欢这幅 五贯中的老墙吗 下次 您看到 香尖小路上 露出了一堵 爬满 藤满的老墙一角 会不会让你多 足足欣赏一番呢 一堵墙 五贯中 可以表现出 湿一般的意境 只要多了 发现美的眼睛 现实中 不缺少美 今天 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我将持续为您介绍 五贯中 多幅经典的作品 希望您点赞 收藏 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别忘了分享给其他朋友 我们下集庄子说话见